父亲怎么也想不到 儿子带回家的女友 竟是自己的初恋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对方 已经四十年了 初恋的样貌却丝毫没有改变 一旁的女儿察觉到父亲的遗样 父亲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珍妮急忙解释戴拉是自己的妈妈 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就此揭开 其实珍妮正是父亲四十年前的初恋 看上去二十七岁的他实际上已经一百零七岁了 珍妮原本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 然而一场意外夺走了丈夫的生命 只留下珍妮和年仅八岁的女儿相依为命 一次珍妮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发生了车祸 汽车撞开护栏连人带车一起掉进了河里 就在他停止心跳的一刹那 一道闪电从天而降 巨大的电流让珍妮的心脏再次跳动起来 重获新生的他获得了永保青春的能力 身体永远停留在了二十七岁 可随之而来的还有无尽的痛苦 永生让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朋友慢慢变熬 最终一个个离他而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不老的容颜也引起了别人的怀疑 珍妮只好把这一切归功于健康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 然而麻烦却接踵而至 这天珍妮因交通违规被交警拦下 很快珍妮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探员希望她能配合调查 珍妮明白她将成为被研究的小白鼠 于是她趁对方不注意 悄悄从后备箱逃了出去 为了逃避相貌不便带来的麻烦 珍妮此后便过起了漂泊不定的生活 她每十年就会换个住址 换个新的身份重新生活 为了不让自己连累到女儿 珍妮只能含泪和女儿告别 珍妮借阅了各种书籍研究自己的身体 最终却都一无所获 面对这一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珍妮也只能无奈地选择接受 她独自承受着一个个孤独的夜晚 很快三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 这天珍妮在郊外偶遇了约翰 相同的兴趣爱好让他们很快就坠入爱河 然而当约翰准备好钻戒向她求婚时 珍妮却退缩了 她害怕不能和约翰白头偕老 于是珍妮选择了不辞而别 既然不能和爱的人共度余生 那么就让彼此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离开约翰后珍妮再没谈过恋爱 她不想再次承受离别之苦 如今的她已经107岁 在一家图书馆工作 这天珍妮参加公司举办的晚会 就在她跟同事聊天的时候 一个男人闯入了她的视线 虽然两人是第一次见面 珍妮却对她有种莫名的好感 杰克也注意到了眼前漂亮的女人 她主动向珍妮搭讪 珍妮虽然心动 但还是努力克制自己 因为她知道自己 无法拥有携手一生的爱情 面对珍妮的拒绝 杰克并未放弃 她来到珍妮上班的图书馆 以捐赠5000本图书 唯有想要和珍妮约会 为了不让图书馆损失掉这一批书 珍妮只好勉强答应 随后杰克带她来到一处挖掘现场 原来杰克从事着考古工作 映入眼帘的是一艘被埋藏千年的古船 珍妮被眼前从未见过的一切深深吸引 他们一起聊着彼此感兴趣的话题 珍妮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杰克约珍妮到自己家共进晚餐 他们吃着杰克精心准备的美食 一起聊美食聊音乐 越来越多的共同点让彼此的好感倍增 很快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可当珍妮回到家后 却发现陪伴自己的小狗 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原来是小狗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这是珍妮养的第六只小狗 看着手中那一张张充满回忆的照片 珍妮再次陷入了沉思 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杰克的爱情 自己不可能拥有白头偕老的幸福 于是当杰克手捧鲜花再次找到她时 珍妮决绝地向她提出了分手 她再次回归到孤独的生活当中 很快到了珍妮生日这天 已是花甲之年的女儿前来为她庆祝 见珍妮如今还是孤身一人 女儿鼓励她去追求幸福 听了女儿的话 珍妮决定勇敢一次 她要把握住这次来之不易的爱情 珍妮主动找到杰克 她不想再次错过一个深爱她的男人 杰克带珍妮回家见她的父母 原来杰克的父亲就是当年的约翰 如今的她是一名天文学家 看到儿子带回的女友 和自己的初恋一模一样 父亲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不可思议 珍妮谎称戴拉是自己的妈妈 不过六年前妈妈就因病去世了 吃过晚饭她们围坐在一起聊天 杰克说起父亲曾发现的那颗彗星 这正是珍妮和约翰交往时用的名字 父亲之所以把彗星取名戴拉 正是为了怀念那段刻苦铭心的爱情 这些年她一直在寻找戴拉 但四十年来却杳无音血 父亲讲述着她和戴拉的过往 这让一旁的珍妮满是愧疚 她明白自己当初的不辞而别 给约翰心里留下的伤害 这天约翰看到珍妮头上有只虫子 就在她想要帮忙拿掉的时候 珍妮手上的伤疤引起了约翰的注意 她不顾一切地冲进仓库 翻出了和戴拉四十年前的合照 照片上的戴拉手上缠着纱布 原来当年她和戴拉一起在树林玩耍 戴拉的手不小心被树枝划伤 而伤口正是约翰帮她缝合的 这让约翰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现在的珍妮就是当初自己的初恋戴拉 约翰迫不及待地找到珍妮 约翰一把抓起珍妮的手 面对约翰的请求 珍妮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她 她为当初的不辞而别向约翰道歉 得知真相的约翰并没有责怪珍妮 反而十分同情她的遭遇 这么多年珍妮一直在逃避 从来没有真正的人生 她希望珍妮这次不要再逃避 为了杰克同时也是为了她自己 她不想让儿子像她一样 承受失去挚爱的痛苦 也不想让珍妮一直过着 拘无定所的生活 可珍妮担心留下会引来关注 害怕再次成为人们研究的实验样本 于是她给杰克留下一封信后 不顾约翰的阻拦离开了这里 看到信的杰克询问父亲发生了什么 她以为是父亲赶走了珍妮 父亲并未过多解释 她只是问儿子 约翰听后欣慰地笑了 她把车钥匙扔给儿子 叮嘱她一定要把珍妮找回来 另一边珍妮正漫无目的地开着车 她不知道自己现在要去哪里 这时突然一辆汽车朝她迎面驶来 珍妮身受重伤被撞出车外 此时的她已经停止了心跳 赶来的杰克急忙打了急救电话 医护人员赶到后立刻开始实施抢救 在除颤仪的高压电机下 珍妮竟再次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再次经历生死的珍妮改变了主意 她把自己青春不老的秘密告诉了杰克 女儿匆匆赶来医院 看到病床前的杰克 不知情的女儿还想要帮珍妮掩盖身份 女儿为她的决定感到高兴 珍妮终于不用再过担惊受怕的生活 女儿激动地抱住杰克 她为母亲找到幸福感到高兴 不久珍妮发现自己竟长出了一根白发 原来是上次除颤仪的高压电机 让她身上静止的时间重新开始流动 这意味着珍妮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变老 她终于拥有了可以和爱的人白头偕老的机会 即便知道陪伴无法长久 我们也应该活在当下 不去逃避奋力去爱 与其渴望青春不老 不如努力让爱情永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đã看到的 没有什么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